现在国产的摩托车行业也在不断的进步 但是国产的高端摩托车还是在国外有些差别的 比如春风650TRG对比宝马的K1600JT 一个是问世纪十年的国产 一个是经历了千百余载的世界顶级 通过这两块摩托车的对比 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国产摩托车与世界顶级的差距在哪 价格仅仅为5.98万元的春风650TRG 当年可是上过国宾护卫队的 这次推出的民用版作为旅行摩托车 这款春风采用的发动机是649.3毫升并列双缸水冷电喷的 最大功率为52千瓦 有着170千米每小时的急速时速 配备顶级WP减震 还可以在后期自己配置车用音响 还有卡钳防暴死等系统采用的是国外先进技术 宝马BMW K1600JT的价格要远高于春风 售价为32.07万 当然这里也包含了高昂的税费的 但也比春风多了4倍 作为大型雄云行休旅摩托 宝马配备的是1649毫升的6缸发动机 具有三种动力模式 可以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配置了 发动机虽然小但是功能很强悍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10千米每小时以上 这就与春风有40的差距了 宝马摩托配备的诸多系统都是自家生产 其中原本属于汽车专属的iDrive集成系统 更是被使用在了这款摩托上 车载电脑在这款摩托上也有配备 国产品牌的摩托车发展时间较短 然而从春风的性能上 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企业也在不断的努力 精进自己的技术 虽然差距尚存 但是进步还是很快的